United Games 我沒有按,我以為會是自拍 只要拍下就行了 對著拍下就。自己自拍下 你以後要去哪裡都要記住 那都是甚麼事情要上網 又說甚麼自圍馬 我這年紀有一些甚麼都不懂 过了二十多天我九十岁 就是所谓学智能手机 我不学那怎么办 在数码时代下 科技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老友记学习使用电子产品 令到生活更方便和多姿多彩 另一方面 不少年轻人在疫情下 面对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 他们正好可以发挥数码专长 帮助一帮老友记 我之前一份工作在机场做地勤 我没有想过我平时都是用平板电脑 电话这些 觉得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 其实原来都可以帮到很多人 每一个中心的社工都会有很多的分享 如何和老人家相处 沟通的技巧 我觉得这些对我之后的工作 都很有帮助 为了提升老友记学习数码科技的兴趣 和促进青年就业 社创基金购款资助了四个创新项目 推动跨代数码共用 加强社会凝聚力 四个项目各有特色 多方面提高老友记对资讯科技的认识 因为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全面 很深入和很系统的一个需求分析 知道我们的长者 其实他们学习的动机兴趣在哪里 他们学习的困难在哪里 令到我们的设计上可以更加有针对性 服务对象是老友记 而Smart Connect的团队主要都是由年轻人担任 他们负责设计教材和教授有关的课程 过程中教学相长互相欣赏 对于想投身银发行业的青年来说 就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现在长者服务的情况 接触不同的长者机构 同时加累积了服务长者的经验 对于将来入行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透过乐龄科技和职业治疗的结合 能够令到一些体弱的长者 即使他们不能够随便地出门口 但也能够在家里得到一些复康的训练 这四个项目都帮到老友记 融入数码生活 让他们享受现金科技带来的方便 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 职教很有耐性 经过这几堂 我觉得我会更加想和别人沟通 以后对我日后工作也会很大帮助 和年轻人更加有紧密的沟通 不用大家的代沟越来越深 越来越远